黑曜精靈 黑曜精靈本來就很可愛 對 是不是Cia故意的 Cia姐私底下的施壓 沒有啊 沒想到演藝圈是這個樣子的 唉唷 好不容易配對成功 結果每一個人都來 就是不掌聲 怎麼會這樣 我們聽他們解釋一下 一定有一個很棒的理由 可以讓我不哭不哭 張軒為什麼沒來 他今天有別的工作 對嘛 跟我無關 這麼官腔的一個答案 真的 還是我先收工我打電話叫他來 是不是現在在約 不要只笑啊 妳就做嘛 好痛 這樣一定要張軒嗎 他們不行嗎 可以…我開開玩笑嗎 妳不要上班下班 妳都要擋好不好 對 閉嘴 妳自己小心一點 好啦 沒有開開玩笑 今天人家有事嘛 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再補10集給他 要… 妳可以不要私心那麼重嗎 好 不 好 不講這個了 好 最好相處 最美價 這一張牌 我從下完節目我就要一直帶著 最好相處 妳要提醒自己是不是 真的嗎… 我跟妳講 我就是因為人太好 在我們那個外景節目 才會常常一天到晚 被這些人欺負 妳知道我們那個節目 這出了名的 從來沒有在 敬勞尊憲 我有一次看到他們一群人 把 整個倒插在水桶裡面 然後 拔出來 郭哥 皮涕整個噴出來 郭子田 他們嚇 郭哥 真的 他已經是前輩 天王 所以後來他就再也沒來過了 所以 從那一幕之後 我就知道我們這個節目 大概你跟他講說 你的資歷 年紀 前輩是沒有用的 歸零 我人好到什麼程度 我記得上個禮拜有一次露營 我們有一個非常危險的軟墊 就是上面潑滿了油 要穿關 基本上就是沒有人可以過 所以也沒有人要下去 大家一直在那邊就想說 邵維哥 你是體保身 這個你一定能過 然後我第一次闖關就摔了 就失敗就算了 沒有喔 沒有一個人要放過我 他們說 邵維哥 這個你已經是最接近了 再挑戰一次 後來我挑戰了 後來我挑戰了三次 挑戰完我整個 我跟你講 我的麵半條都快沒了 這麼慘 因為邵維哥本來就是一個 愛耍帥的人 對 對嘛 然後他又曾經是地表最強男人 對不對 然後又不老偶像 所以我們就要叫他表現一下 而且他現在有了另外一班的加持之後 我們只要說 這一段如果表現得好 博士會看 他整個人就真的嗎 好…再一次… 對 而且那個墊子剛好又是藍色 然後方形的 然後我們說藍方再看 藍方再看 然後他就一口氣 自己玩了三次 我們沒有想要玩 對啊 你們下次如果發我的話 可以不要發他們那隻 我覺得邵維哥看起來就是那種 很老實憨厚大哥哥的那種感覺 對啊 因為我有看到 幾張選之後 我們也可以聯繫了是嗎 Ama 這是妳了 而且妳也穿藍色的 Ama 還有芳芳的墊肩 對 對 因為我有其實有看那個 就是邵維哥的YT YouTube的頻道 就是叫戈壁老王嘛 就發現 哇 好好 邵維哥其實是一個很會做料理 然後感覺是那種 他哪有做料理 沒有 他沒 你是不是看錯了 他沒有做料理 他只是泡咖啡而已 有… 哪不然他一個人莫名其妙 那我會運動 對 有三明治 然後嘴巴張開了 妳不要 妳要扭曲小妹妹對我的一些幻想 因為我們不是要糾正她 她的想法是錯的 妳是說去錄影 對 去錄影的 然後就有做那個什麼熱壓吐司 對 之類的 真的有看 真的有看 然後這是滿簡單的 對啊 說不定是壓下來 我們這些人 真的沒辦法要加聯絡方式 IG啊 好可怕 老藝人 會 會追蹤一下 像有時候我們出國 就是私底下會出去玩 他都不理我們 叫他他也不來 他說好累什麼什麼的 我們想說 我們要確定他到底有沒有 真的在房間睡覺 所以我們去樓下 偷了他的鑰匙 上來我們就一開門 全部都是黑的 然後就發現他好像就是 就是他棉被裹起來 然後這樣 我說他真的睡著了 我們就把棉被 用的一拉開 結果他全裸 對 然後我們想說 全裸 你為什麼睡覺都不穿衣服 太誇張 他真的很恐怖 天啊 其實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難反駁 因為花花其實講得也沒錯 因為跟他們錄影 就是錄完一天之後 你真的會很像要 我每次一收工 我整個就半條命 真的快美了 所以我一進飯店 我就是真的需要睡覺 好 好 稍微哥準備好了 那我先 你先 你先喔 我先 最愛欺負後輩的人 是嗎 是 就是最愛搶別人的東西 而且尤其是我 搶你的東西 搶我的東西 你有東西可以被搶喔 你不是很窮 我已經很窮了 東西都很少了 好不容易買到新的東西 然後一件褲子 瘋田不錯喔 我試穿看看好不好 他就試了之後 直接穿走 這種國高中生的這種霸凌行為 真的 他會對你這樣做 鞋子 褲子 衣服 包包 全部都被他拿走 我有一次 你全裸回家 你這種都敢講 我們每個人都被他要過東西 真的 然後他會覺得他就是先穿 他會先說 立東 對 然後就拿過來穿 一穿一穿我就說 然後就會這樣 也是會展現一下說 那這樣子一千好了 那問題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能大概六 七千 那他就會說一千好了 OK吧 他就決定了 OK吧 你也不能回 你也不能回什麼 他就這樣子當作沒事 真的 其實我跟妳講 真的喔 有這種事喔 沒有 我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 什麼 你跟他一東西用心兩骨 大家都知道豐田沒錢 然後我想說 因為他有時候會穿那種 古著二手衣服 那我看起來就舊舊的 然後我就心心想說 不然我用出個假裝用買的 讓他又有錢可以賺 然後他那個古著衣服 我講真的真的很不適合他 因為他又沒有在戶外露營的人 他穿個什麼迷彩衣服 連豐田都跟我講說 少爺哥你穿起來滿好看的 然後結果我要跟他要的時候 他就不給我 他就這樣為什麼要給你 奇怪 後來我就用兩千塊 是 沒有 你給他兩千塊 兩千塊 他還不要 結果後來我真的是 於心不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個衣服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就一直觀察那件衣服 他穿那件衣服 闖關的時候一直失敗 我心裡想這種衣服 就一定要有大哥來穿才行 所以我 給他兩千塊 還要跟他要那個被詛咒的衣服 他到現在還是覺得我是小氣 硬要欺負他 他根本就在鬼扯 真的 他常常都會這樣 而且他還會用 以物異物的方式來跟你要東西 對… 有一次他戴了一個帽子 然後外景的帽子 我覺得還不錯 滿漂亮 我就很適合我 我說那少爺哥 那一定是廠商送給他的 我說那少爺哥 你這個帽子反而戴戴也戴舊 我說那你要不要給我 他說我為什麼要給你 那你要拿東西跟我換 剛好那一天 我就抽到一個藍牙音響 我想說那我要拿什麼跟他換 他就說那你拿那個音響跟我換 音響換帽子 對 我就想說那就給他 他就真的把音響拿走 帽子給我 可是我後來有點後悔 因為那帽子戴得很久 對 而且他明明就可以再跟廠商要 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要我的音響 而且他很喜歡在我面前裝可憐 破掉 而且他的鞋子都故意 我都懷疑他是先把鞋子穿到 一定確定那一天絕對會爛 會破掉 他才來上節目 然後我們外景走一走 我們大家 他就走一走 真的就給我掉下來了 然後說立東你看怎麼辦 怎麼辦 太狗笑 對 他有為了整個底掉 掉在地上 我們上個月又發生一次 然後錄影中斷 因為他鞋子又爛掉了 然後他拿黑膠帶纏起來 所以好看起來超可憐的 但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穿到這麼爛 還穿去 因為他們有些東西真的 你要不到你就要出 另外一個奇操 就是 後來我這鞋子就是每一次去都 那個底都裂開 要不然就掉下來 豐田就真的拿一雙鞋子給我 不是 很煩 你承認了 我已經給他鞋子了 然後他穿了一年 差不多一年多 然後才跟我說 這個鞋子太大了 我不要 還你 他已經鞋子了一年 鞋子了一年 第一集 退貨 真的啊 很爛 他不是 你是把他當古典子是不是 他不管怎樣都可以退是不是 可以 隨時都可以退 隨時都可以退 不會這樣子 但他的睡狀態多了 好 接下來 睡大嘴巴 為什麼 什麼事情 你看他錄影前都會疏離我們 對不對 對 可是他又會在我們吃便當 我們大家會 就是可能大家吃飯的時候 我們放飯的時候 會聊一些日常 然後他就開始 然後開始把這些東西記下來 然後呢 等一下正式如果開錄 他馬上就想出來 對 然後就大家會忍不放鬆 你怎麼會這樣講 然後或者他 平常 我覺得他開錄前 可能都會去搜尋 大家最近出了什麼事 或是有什麼新聞 他就會記起來 然後在節目上硬要提出來 像之前花花有打那個肉毒 對 然後他就是不想讓大家知道 對啊 因為就大家女生靜靜場 那你現在要講 沒關係 他已經講出去了 好幾年了 因為花花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自然的微笑 所以他們承認在這裡 我這樣笑起來哪裡不自然 對 他很過分 不會 你現在看起來還滿自然的 我真的就沒有打了 因為不好意思我就不爽打了 因為他每次叫我皺眉頭 我就皺不起來 但我現在又可以皺了 現在可以 對啊 大概又要去補打了 我就是不要去打了 就不打了 其實我會把他們這些事情 放在心上 然後會花很多時間 去閱讀他們的新聞 其實我是想要關心他們 他們都不了解 其實我是花很多心思 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 他們出了多少事情我都知道 然後我一上節目的時候 我就要一個一個講 做效果 對啊 你不能講出來啊 沒有 那個有些都是新聞都已經講 所以我就是重複再講一次 這個人 惡次傷害 真的嗎 他這樣講很厲害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是新聞先出來 還是因為他講所以才有新聞 對 就連我跟妳講 那時候呢 我們有人的感情事件 他也可以隨便就講出來 對 他就隨便突然就講說 跟楓蓮說 你不是分手了 然後那時候根本就沒有 他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什麼承認 或是怎麼樣的 然後楓蓮整個人顏色大變 對 嚇到 我直接叫製作人剪掉那一段 太尷尬了 真的啊 真的 冷不妨給你一件 是哪一任 哪一任 就上千金 你看他又要故意講了 上上任吧 你看 千金的 千金的 千金 對 都應該是上上上任了吧 喂 你看 你不要亂講 稍微 稍微 很不好意思 超級大嘴巴 這個你這張 可能沒辦法帶回家了 真的 因為這個 這不行耶 這不行 這不行 這麼容易就失效了 你這樣子不能 不是最好相處啦 你是要把人家 大家秘密講出來 這樣怎麼行 花花很多事我都沒講 你不要講一兩 沒事 你不要講一兩 走 謝謝邵緯哥 可樂